在中国有钱没用 民众就有钱 称体百万有什么用 说给你拿下就给你拿下 说让你欠款 怎么了 一点脾气都没有 他有个当大官的亲戚呢 谁敢欠他一分钱 最后人冲了什么 权力吗 就拿上回你老换冰黄那身 有钱有用吗 我问 人家告诉我说 好冰黄有 但是级别人 加点钱 信不信呢 人家说这不是钱不钱 是待遇和级别人的问题 什么年代 没有好 就看你们这样 我才更想当官 当官不贪不拿 那就是情关 那不贪不拿 老官啊 你爸爸是过来人 不会害你的 千万别相信什么 世金子总会发光 那全是鬼话 根据我三十多年的人生经验 哪怕是一块 破抹布给盖住了 那这金子都永世不得发光 就一句话 机会来 牢牢抓 你也比我有才华 但是我勤当不拙呀 分内的事 我一直做的是最好的 分外的事 我也抢得最前道 谁也争不过我 要想成功 需要才华 需要努力 但也需要运气 你再努力 你再有才华 你也得握在这儿 一天一天的好 一步一步往上爬 中国最有地位的还是官员 你一个企业 别管你多大 你都不可能在门口挂着国徽 可是只要是一级政府 别管多小 哪怕是乡政府 他的门上都可以 国徽高悬 你是什么意思 你想进入政府机构 你要是听神术 人意生下了就有罪 可是你要听警察的呢 就哪儿都不安局 到处都有罪犯 你要是听医生的 那你就别活了 哪儿都不干净 你要是按律师所说的 法律条文去做 那你就休想赚到钱 家有牵口 主事一人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这么大的公司 就好比是一辆公共汽车 所有公司的员工 都上了车 都站在了司机的后面 指手画脚 比比花花 这个说该这么开 那个说该那么开 可是究竟该怎么开 该往哪儿开 只有司机一个人清楚 而这个司机就是我 你是公司的一把手 用一把手也有两种能法 一种是势必公亲 一种是委任则成